Country Night Live 當我們說一個人好搞的時候呢 意思就是說他會很爽快的 很直接就把他不喜歡的事情 表達出來 我們說一個人好搞的時候呢 並不表示那個人 沒有不喜歡的事情 其實他把這個不喜歡的事情 藏在他自己的心裡面而已 康熙來今天邀請的六位明星 有的是難搞 有的是好搞的 然後他們有的人會願意 把他們討厭的事情講出來 有的人就藏在心裡 可是還是依然討厭這件事 我們要研究就是這些 所謂的妹妹嘎嘎 歡迎六位明星 你們好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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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大牌耶 對 他的墨鏡是明星專用的保護 是 髮型也是明星專用的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 你的保鏢呢... 這在床邊 那如果你要戴墨鏡 幹嘛還畫眼線 當然要 等一下才要拿下來 這個是每一個人表演不同 因為我不是諧星 我是idol 我是singer 我想他的項鍊也是古董吧 很閃 而且兩支路是對稱的 我走的路線是歌星 我不是諧星 所以我不是高校 他正在做一個跨時代的動作 結果他把他的右腳 跨到他的左腳上面去 以前是不行的嗎 聽說他最近才完成這件事 什麼意思 你們剛剛不是說我們私下講嗎 因為我們是時候 你們很爛耶 剛剛不是說我們私下講 我看到你很得意的 我不是說節目不要講 我們私下講 我看你很得意的把右腳 跨在左腳上面我就在想 你今天聊的不是梅綱嗎 這是梅綱嗎 這是梅綱嗎 你現在是梅綱不可以講 你翹二郎腿的事情是不是 不可以耶 因為我們說我們私下講 就私下講 為什麼現在搬到電視來講 你的康熙多少人看 因為你翹得很順 這不是很值得鼓勵嗎 你翹二郎腿 翹二郎腿 翹二郎腿 因為旁邊兩位妹妹都翹二郎腿 對 他以前肉太多 翹二郎腿 就是翹不過去嘛 我以前從來沒有察覺過 那兩位主持人 我們要不要改天P一個話題 專程來講這個 他剛剛講泰文嗎 P P一個 對 他怎麼回來的 P一個話題 我們專程 我了解你的意思 好的 所以 我只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現在可以順利的 他又翹了耶 他又翹了 翹得很順耶 你知道他們大家都習慣性的翹 只有選擇力沒有翹耶 可能因為我... 我整個人自如的翹啊 你是割不住對不對 因為太... 太怎樣 沒有 我不敢這樣 你真的... 不可能好像會觸犯到你 我會跟你講看看 因為我沒有聽懂 沒事情 就覺得很好 沒有 因為你翹 你雖然有翹 可是你沒有垂下來 那是為什麼 對啊 你為什麼不能像他們一樣這樣 這樣... 這樣 你沒有垂下來 要貼住嗎 這邊要貼這個 你沒有垂墜感 你看連陳德烈 都可以很好的貼住啊 你的垂墜感 我懂 他腿短啊 不是啊 你不能講清楚啊 他真的很恨這件事 我不是對他人家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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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是私底下講就好了嗎 我剛剛收住就是 我忽然想起來 真的啊 恨這件事 不過講真的 那腿真的是還滿短的 只有曹西平講 你也不敢翻臉對不對 我正講翻臉 但是想說跟他翻了 他還會被他罵得更慘 對不對 就忍耐 沒有啊 不是 因為我們對他要求不要那麼高 因為他不是愛的 對啊 你又不是靠腿長數明的 對 他是靠他的見嘴嘛 我很不喜歡人家說我六四聲 你這是六四聲啊 是六四聲啊 是五五吧 六四 他說我的腳是六 不是 腳是四 哪有 亂講 腳是四 他來到一個沒有人物 就大家都要得罪他這樣 你可以站一下我看看嗎 是上六下四嗎 有嗎 你們拚拚理 這樣叫做上六下四嗎 你什麼理啊 我覺得你是七三 上七下 你幾年是 我五十六啊 我四十八耶 然後呢 我四十八年 他這一身才好 他...我們不準聊 他真的不注意要聊 我四十八年是耶 對啊 你還是不腿短 我會覺得你上邊放太多東西了嗎 那當然我是... 我是愛的 我單位 你是什麼 你愛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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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不氣對不對 大家討論他 不要讓我得罪對不對 我受他的 他根本又沒有我紅 我幹嘛... 你也有 你會感受嗎 我沒有 我都... 我把憲哥一直吹耶 而且你的笑子 好像比他的響耶 對啊 因為我的質感比較好 沒有... 一個實況的質感好 對 所以你真的有人講過你腿短 讓你生氣嗎 最早是憲哥講的 憲哥講真的 憲哥講你也不好意思生氣 對 不好意思生氣 可是後來他常常講兩三集會講一次 如果上他的節目的話 OK 對 那有一次我實際上跟他溝通說 憲哥不要講這個 人家都當真 其實你看我根本沒有啊 我就很正常啊 他還是跟我說 見鬼啦 其實你是有的 你以前... 你不提這件事也就罷了 你提這件事觀眾看 應該就會覺得 因為我本來不覺得 可是你今天一這樣 我就覺得真的是別人 你也進入過我身材 那也是經典 後來我常常到處盜用你講我 因為你不是有一次說我像花生嗎 對 對 對 後來...後來我到處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掉了 他項鍊這樣 後來 這個夜市買的 不好意思 他不是說你終於吃乾比較好嗎 馬上掉了 我跟你講 你這個腿 讓人家不講真的很笨 因為他如果要讓自己腿長的話 應該要穿稍微高腰一點的褲子 可是他肚子太單 他沒辦法穿高腰一點的褲子 所以主持人 我打對一下 我們大家講不算數 有一位他是走時髦的嘛 他的職業是模特兒嘛 他來修畫應該不會騙人嘛 你覺得他穿這樣可以嗎 引起... 引起你不要笑啊 引起你講話最實在的 你講實話 你不要學他們浮花 對不對 就正常講就好了 不是 你想說他穿這樣 不OK就好了 我覺得各花路各眼 一定有一些人會欣賞 這樣的穿著一機 你還想出各花 什麼啦 他生氣啊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他變成男生講話耶 他不敢得罪誰 對 他不敢得罪他 怎麼 對不對 所以... 別有一番分... 這樣OK嗎 別有一番分解 你問妍妮婷比較準 妍妮婷講話也是實在的 哈囉...你... 妍妮婷 妍妮婷 我告訴你講話最急的 你不會騙人的 對不對 你老公是打籃球的嘛 對不對 對 你覺得這個穿得下面一個球 不是 我講他好是得罪你 我講他不好 得罪他 玉琳哥 我覺得你比較在乎你的身材或什麼 因為畢竟你是靠臉吃飯的 他是靠臉吃飯的 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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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靠臉吃飯 他一直靠臉吃飯 你怎麼知道他一直靠臉吃飯 他一直靠臉吃飯 你怎麼講得出來 一直以來 我以為他在靠腦吃飯 對 一直以來大家就說是靠臉吃飯的 我不是講過那個故事嗎 找我簽名 我就簽完 你是沈玉琳 然後你不是找我沈玉琳簽名 找什麼 我以為你是彭于晏 我不要沈玉琳 我不用你靠臉吃飯 我不是你能說出來 你怎麼接嘛 你怎麼接 你怎麼接 你直接剪掉 好啦 我認為大家有 不可以被冒犯的妹妹高高 要體諒到別人 就是玉琳兄 如果不准人家說他腿短是真的 你有時候太為難別人了 不是 因為你跟人家講話 都是看著臉部 沒有人看著腿講話 所以腿短不太會呈現出來 可是頭髮少 是很容易被人家注意到 而且反正你是靠腦吃飯 你幹嘛這樣 旁邊人一直在指 你不是在指什麼 沒有 因為那個曹大哥 一直叫我看他的 因為他在跟小孩子講話 那個肚子一直抖動嘛 他就找到很激動 我說你看他一直在... 在頭中 曹西平是不是瘦了以後很囂張 對啊... 他今天不聊這件事 對 可是他今天一直在炫耀這件事 沒有... 他就感覺他瘦了又化更多 沒有... 他瘦了以後我又化病更多了 沒有... 他瘦了沒有化更多 他以前就這樣 對 所以他根本對我不瞭解 我的個性是直來直往 我有什麼說什麼 小S 你最清楚我嗎 是嗎 但是女生肯定這件事情 對啊 你每次看我你不覺得你都很... 有... 你看前面錄兩集你根本都沒有笑 你看你看我啦 你笑得好開心 多燦爛啦 前面兩集我沒有笑嗎 有啦 對不對 好啦 今天要聊這個 被人家冒犯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趁人家白目的時候 就是白目的人常常不顧別人 在乎什麼事 就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然後我自己檢討了一下我 我有一些不能夠被碰觸的地雷 可是真的很難被人家理解 比方說你覺得化妝室 不准開電視機的聲音這個可以 化妝室還是... 化妝室 這非常合理啊 很合理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讀腳本 怎麼可能會被受影響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隔壁來賓那一間的 電視機常常開很大聲 很吵 你們不介意嗎 我介意 不會啊 我介意 而且你們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節目有時候等很久 對 那個電視機是OK的 可是你如果你在家裡的話 別的人把電視機聲音開很大 那我不請 我可以接受電視聲音 我可以跟電視聲音一起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開著 然後睡到天亮 耳朵有問題 不會耳朵好的人 所以你不會叫同一個空間的人 把電視機音量盡量關小聲 不會 我老婆一上車 就把那個電台開到最大聲 她喜歡聽歌嘛 我也OK啊 我還睡得著啊 你介意 在家介意 然後在工作時候呢 不會啊 沒關係 然後曹大哥是都介意 我非常介意 像我拍戲啊 我每次在外面 我就聽到化妝間 男主角 女主角 所有的演員在那邊嘻哈 他們講得好像 就我每一推開 大家就開始做他們的動作 就不講話了 這個面膜有擴張到說 你走進一個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要站起來嗎 我不會 我只是我不喜歡化妝間 就是你剛剛講電視 或是怎麼化妝間的人很吵 然後一直講話 然後三不五十 所以幫你吹頭髮的人跟你聊天 可以嗎 盡量不要聊 最好不要聊 那如果到餐廳 然後代位那個先生沒有說 曹先生你好這樣可以嗎 我也會不高興 代位的人要認出來 是徐小姐嗎 沒有 我是說 有一些人很周到會說 小孩子 小姐你好 我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有禮貌 所以妳不介意 我不介意 這裡應該 大家都還好吧 這件事 還好 不用要稱英席小姐什麼這些吧 玉琳兄呢 最好是有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不高興 我們去餐廳吃飯 那個服務生看妳的樣子 好像完全不知道妳是誰 你... 我腿... 我腿貼不住 你幹嘛 你嚇腿下去 我覺得他翹腿跳得很吃硬 對 你要嘛 就妹妹 誰要硬硬 他應該吵的是個地方 這樣對不對 他算了 不要 他在中間 還能不拿身子把它捧起來 算了 玉琳哥... 你幹嘛啦 對... 對...像這樣的 你坐上就好了 所以你說你的地位 是不太習慣人家沒有認出你的 他的那個表情好像完全... 有的人他不會叫你的名字 可是他會偷笑 因為他知道你是誰 那這樣好不好 OK 就好 有認得就好 那有的人一點疑惑 因為我們 都是假設人家認識我們 說有沒有位子啊 那一般 好...客滿 但是我會幫你喬 一般都會這樣 那你如果碰到一種說 有沒有位子啊 有沒有位子 你有定位嗎 我是沒有 可是可以喬一下 喬...你沒看到人家排隊 喬什麼喬 一個小時之類 你被人家這樣講過嗎 也碰過這種的 因為他不是偶像 沒有... 所以你有試著 要把臉弄得更清楚一點 讓對方認出來是你嗎 後來是他的店長認出來了 店長一個箭步衝過來 搞什麼啊 神大哥...有...有位子... 那這樣你就高興了 那高興啊 好 黃宗坤生病主演 Lulu把病房當Motel 他為了請去拋下黃宗坤 在醫院一個人住院 他就走 對 我就帶了精油枕頭 自己的棉被 然後我就想說睡睡看 那我睡覺是一定要戴耳篩還有眼罩 那這樣病人需要妳的話 妳應該眼罩不行 對啊 妳在把水灰 對啊 那我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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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飛機的時候空姐看到你 然後他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是床長 我姓蔡 然後請問先生 你是林先生嗎 叫你人家生氣嗎 那不行 那我也可能會 他就... 站起來大吼嗎 真的沒有認出來嘛 你剛剛講到空姐 我想講過 可是可是先讓我講一下 你先看到我... 我就坐飛機喔 我就碰到那空姐對我很不禮貌 非常的生氣 你知道我非常不禮貌 怎麼可能對你不禮貌 因為那個空橋 不是 你知道空橋 我們要出來是不是很多人 我就看到老外一讓開的時候 突然下面有隻狗 那我就說 那狗會不會咬我 他說不會 我是不是走了 那後面是我的朋友 然後那個空姐 就跟那個牽狗的那個人講 看人家不認識他 真假 太過分了 你說音調是故意讓你聽見的嗎 不是 我朋友聽到 我朋友在我後面嘛 我走在前面 我先過去了嘛 我就回頭來 我就問他 小姐 你剛剛說什麼 然後旁邊是不是三四百個旅客 對 我就這樣 我說你剛剛說什麼 你再講一遍 我說我認識你嗎 你為什麼講我 你說什麼幹嘛 我說我要你認識我幹嘛 我說你誰啊 手拿開 牌子什麼名字 你什麼名字 他剛是這樣是嗎 他當時是這樣是嗎 我自己手拿開 沒有 我不能很大聲 旁邊還有很多人嘛 然後我說你手拿開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說你年紀輕輕的幹什麼 我得罪你的嗎 我要你認識我幹嘛 莫名其妙 真的啊 你怎麼這麼會吵架 然後旁邊人就看我了啊 他當時有沒有落淚 他當時就完全傻眼 怎麼會有藝人這樣子呢 我完全失控啊 我到樓下我就找他們櫃台了 找他主管啊 還找主管 對 我找他主管 我說你們在空小姐什麼意思啊 我好好一個度假心情耶 他為什麼說他認不認識我 不認識我就不認識我 而且認識我 我也還不想認識你耶 還認識你 對不對 是 還認識你 然後我下去找他兩個主管 不要教大家喬架 然後吵架就一定要講 然後兩個主管啊 就一直跟我道歉 說他怎麼樣... 那講完了以後 那兩個主管還幫我拿行李 把我送到海關這樣出去 結果我都睡不著覺 我早上七點半 又打電話到航空公司去 你會太計較了一點 算了啦 我很介意人家講這種話 了解 我上個禮拜去北海道出外景 然後回程在飛機上面 我跟聖主播坐一起 是 然後一開始就一個空姐過來 找聖主播 我們都好喜歡妳喔 妳可以過來跟我們一起拍照嗎 那聖大哥就好... 究竟我還是受歡迎的 要出去 然後當時我有點落幕啊 對啊 因為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如果我跟他站在一起的時候 老實講 我人氣比較旺 是真的 那我想說空姐 其實居然喜歡老的 這也是什麼哨子 這沒辦法哨子 因為他以哨子喔 對啊 然後空姐拍照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因為我們是商務艙的第一排 那前面不是會有一個簾子 他們都會在裡面整理一些東西嗎 所以就拉起來 那裡面感覺很歡樂 然後就要嘻嘻嘻嘻嘻這樣子 然後聖主播回來就很開心 就玉琳看到美 我就沒什麼好氣嘛 對啊 我就裝睡這樣子 妳對於今天這些人當中 查大哥不用講 其他人有眉感這件事 妳有驚訝嗎 陳德烈應該不用吧 對啊 年輕人幹嘛有眉感 LuLu也不用啊 LuLu看起來 LuLu是瑜伽老師耶 怎麼會有眉感 妳應該很心平氣和吧 平常還滿 其實練瑜伽就是因為你 他有一件怪事 對 他出國要帶全部請去出國 那個 對 因為我比較難 空一個瓶箱出來 裝枕頭跟床單 對 因為我比較難入睡 他通常就是說 我出國的時候一定要 有自己的枕頭 然後 更嚴重的是要被子還有被單 就全部都要帶出去 那妳知道枕頭很... 枕頭跟被子很沾空間 所以我出國會有兩個行李 一個行李是專門放的請具 這是真的 所以連三天兩夜也要帶嗎 三天還要很長喔 我一天就帶耶 妳以前會這樣嗎 我從小就這樣子 那妳就要去高雄住一晚 妳要這樣嗎 對啊 會啊...就是我只要 像有一次我們去淡水 其實只有很近 但是還是要帶 那黃仲府也跟你這樣瘋嗎 沒有...她是... 妳好瘋 妳好瘋 但是因為我不可思議 我們行李是帶衣服換行李 因為我們的行李是越小越好耶 對啊 可是還好啊 就脫運啊 可是她每半... 她每半年就換一批枕頭 對 然後換掉枕頭不丟掉 堆在房子裡耶 沒有 我就會... 這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把它堆著嘛 那妳如果出國的時候 妳就帶出去 那妳帶出去之後 例如說我去日本 妳就丟在日本飯店 那妳就會騰出那個空間 還可以裝別東西回來 那妳就可以帶妳的舊的 例如說妳可能辦什麼要的 所以只要是妳睡過的枕頭 妳就認它 因為我需要枕頭裡面 要有一定的彈簧... 彈簧... 彈性嗎 彈性還有那個... 要夠高是不是 對 它要夠高 然後因為那個被子 我講求就是它要... 它要很軟 就是因為有時候... 妳這也很沒有理會 為什麼會這樣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說 發音不標準 妳有辦法講 紅鳳凰 粉鳳凰嗎 紅鳳凰 粉... 妳說 學妳換得快 學妳換得快 好快耶 人家在講年輩 在講年輩 在講年輩才講這個 可是她會換我是不會換 妳是怎麼樣 我是25年沒換過那個枕頭 25年沒換枕頭 就是因為小時候外婆送給我 那裡面可能是... 那裡面會髒嗎 有洗嗎 對啊 有洗枕頭套 可是裡面那個沒洗過 所以妳有一次是叫妳家人 聽妳寄對不對 對 因為有一次是那個... 我老公台中人 我們要回去住一個禮拜 然後開上高速公共那一刻 我就發現我忘記帶枕頭 我想說死定了 我就立刻打給我弟說 妳現在立刻去我家 然後把那個枕頭包好 然後去叫宅急便說 現在寄晚上到 無論要多少錢加什麼都可以 妳就立刻給我去做這件事 然後就寄 不是 光每天搞這些情緒 然後這些每天 可以花這麼多時間 我說我沒辦法 寄不到就睡不好嗎 沒關係 沒有 如果是去美國旅遊 對啊 那怎麼辦 也寄去啊 也寄 真的 所以我的家 我的那個化妝室 上面有貼一張 記得戴枕頭 所以剛剛妳問說 黃仲坤有沒有陪著他這樣問 對啊 他為了請去拋下黃仲坤 在醫院一個人住院 他就走了 真的假的啊 有一次他... 他一直很危險耶 你還拋開他 他還好 很壯啦 妳看...這種很壯的人 很壯的人我們還要更擔心 因為有時候什麼事情一來喔 它是突然的 對不對 你也不是要詛咒別人嗎 沒有... 我們意思是說 他很愛... 他很愛聊人生無常 不是 因為真的是很多事情 就很突然說 那個人好好的 他怎麼突然怎麼樣了 你就會覺得 不見得撞交那個... 對 所以像我今天看到沈玉琳 看到每一位朋友 我都很高興 還好 因為你會很高興 我會見到朋友 這一次少一次 對 真的是... 不要... 不要... 謝謝一次少一次 對 鱸鱸那次他住院 妳這樣跑得 我不是很不顧夫妻到妳嗎 對 他住在三軍總醫院 然後他因為他 他是那個蜂窩性組織員 然後當天晚上我就想說 那我就陪他一起住嘛 我想說一定要的 可是我就帶了 妳的家當嗎 對 我就帶了精油 帶了枕頭 帶了備擔 然後帶了自己的棉被 我是真的帶 然後備擔就是還把它弄在那個 醫院的那個床上面 然後我就想說我睡 我睡睡看 那我睡覺是一定是這樣子 我一定要帶耳塞 還有那個眼罩 就是我睡眠的時候是 我睡覺是很... 對啊 那你也看不到 對啊 他真的點滴都打到血都流出來 不清楚 沒有 我... 而且我的耳塞也好... 好厲害不少耶 妳把那當Hotel啊妳 妳是去陪病人 妳不是去睡一個好覺嗎 坦白說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陪他 你就不應該戴眼罩跟耳塞 因為你就要看他怎麼樣 可是我怕... 我怕我睡不好你知道 我怕... 不是啦 妳睡這樣子 對 病人睡不好比較重要 不是妳睡不好 我如果是病人 跟他陪伴的人 戴上眼罩跟耳塞 作何感想 我拿這張 陳哲爺誤處潮汐秘蕾 沈玉琳不忘再補一刀 等一下 你們的版面 我去給你按讚 你還沒給你存上 也不在意在那邊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把新車 是... 曹大哥真的不好意思 那我剛剛妳說講的 所以那有說真的流太多 所以他們有辦法 所以那裡不行 我回應你 那是因為我在乎你 對啊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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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播音學生比較不會 馬上 其實妳這樣子做裝備齊全 妳的話還是溜了 我到半夜差不多3點 我真的就是沒有辦法睡 因為那個空調還有味道 而且我還點精油妳知道嗎 我還戴那個燻香燈有沒有 妳想把病人弄死啊妳 因為音樂油就不覺得妳點了 是嗎 因為可以嗎 妳不是還叫醒妳老公跟他說 我要走了吧 妳有叫他嗎 所以妳要走了 差不多3點 我就睡不著 我就跟他講 我覺得後來我就醒 她叫計程車 太誇張了 不是 我那時候有開車 她要走不就自己走 還把病人叫醒這樣嗎 我怕她早上起來沒有看到我 她會嚇一跳 那妳有叫人替代妳嗎 妳三點半走 所以妳走的時候還有說什麼嗎 她就說好 那她 因為她也不能說什麼 結果我就... 我知道 妳就走 可是這件事情她還慢 她以後是從眼角這邊 就流下去了 對啊 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她事後有念這件事是不是 有 她念了差不多5年有 這滿值得念的啊 不是 因為這是5年前的事 我們差不多結婚 差不多3年的時候 結婚8年內的5年 感覺是枕頭比我重要的感覺 對啊 這我生病了 枕頭比我還重要 這個要是我的話 我會跟你拚離婚 我會覺得說 那表示你內心世界裡面 根本沒有那麼在乎 因為如果你要照顧病人 你一天睡不好又怎麼樣 我阻止眼耶 我要截肢的有可能 那個方向睡眠眼是免疫力下降 免疫力下降 是送肩會走人的 是很危險的 這是妳的新產品耶 你這麼沒亮 現在出新產品 這個是什麼 這是裡面的東西嗎 這就是因為我常 就是說睡眠有點障礙的人 這非常好 就是說他可以整在你需要 延展的部位 例如說脊椎啦 或者是你的肩胛骨後方 那因為他的這個原理 你要教練點試一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問題是 剛剛聽到你的故事 先拿這個出來 我們會覺得有一點 不感人 不感人 他只顧他自己的身體 然後完全不顧老公的身體 完全不顧黃宋坤耶 不會 他很壯啦 快點來 差點來 很好摸 沒有 他有很多種 對 你教我最基本的一種嗎 好 最基本的一種就是 是踩的 不是躺的 對 它也可以躺 那它也可以當成就是 女生的訓練的 對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去做訓練 這還滿方便的啊 對啊 然後它也可以掛在門上面 然後還可以練哪裡 就是練你的手臂 然後呢 它還可以 例如說它還可以這樣 就是你把它放在膝蓋上 然後往後 然後可以做一個伸展 那這是練哪裡 它在練哪裡 對 背部啊 背部往後 對 就是背部往後 手臂也可以 對 老公 你看 妳在忙這個啊 請問 請問妳當晚回去睡好覺了 出院了 然後妳第二天早上幾點工序 中午 沒有啊 因為三點回去 妳不是答應她說 第二天一早就過去照顧她嗎 沒有 她其實隔天就出院啦 因為其實 所以她的態度 她如果後來念妳 就表示她不喜歡這件事啊 要不然她當時就會說說 Lulu沒關係 妳就好好在家休息 不要來管我了這一類的 妳說她不care 她不care講五年嗎 可是 可是因為我覺得她 她可能五年就生了 可是因為她的腳好了 我覺得很受傷 對啊 她的腳好了 她的心長瘋瘋瘋瘋瘋 而且妳喔 妳今天變成指標 她心變成一個瘋瘋瘋 ус 對 沒有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老公她很了解我 因為我覺得 因為她自己睡不好 對 她這樣我 沒有 其實因為我其實是很瘋 滿神經質的人 就是說 我只要一點點聲音 所以我才要戴耳篩 所以這個東西是妳要給 對瑜 可是其實我覺得她還滿好 就是說如果 如果說例如說像肚子比較有一點 這妳根本是 妳根本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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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根本是 其實沒有 我覺得玉琳哥 他其實他不是腿很短 他其實... 沒有 我在講 沒有 我在講 明明一開始 我跟妳講 明明就是我的妹妹 是不是可以 她一個小孩 一個人都要講這些事 她都講 不是 我跟妳講 妳不是 妳不是腿短 其實是因為妳 那我是哪裡短 不是... 妳是印度太大對不對 對 因為我跟妳講 人的比例是這樣子 如果你這裡跟這裡 你這裡往上 然後你這裡小一點點的話 他整個比例看起來是漂亮 對 因為他肚子小有的話 他肚腿往上 他腿就長了 所以其實你們前面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想講說 其實你不是腿短 對 妳解開我的疑惑 因為其實我二 三十歲的時候 沒有人說我推短這件事 我是後來真的四十歲過後 肚子慢慢大以後 才一直被這樣推短 所以妳應該買十本 我買十本 妳有附眼罩嗎 什麼眼罩幹嘛 我眼罩看不到腿的問題 好 溫溫謝謝妳 謝謝... 點菜的時候 會洛莉巴說的 一直問那個菜的成分 然後叫人家把這個份量減少 那個份量加多一點 這東西擺旁邊 那東西不要加進去 陳德莉是這種人 我會... 我跟你同桌的話我會翻臉 我也會 真的嗎 可是比如說炒一盤青菜 你已經知道說 沒有來吃過這家餐廳 然後我點盤青菜說 對不起 我要一盤青菜 可是少一點油 這可以 鹽巴不要放太多 你如果能夠在十秒鐘內 講完指令就OK 有一些更討厭的 有一些人是要問你說 這個松露是哪裡來的 然後 它是罐頭的還是什麼 然後如果是什麼的話 它就要怎麼樣做 要不然的話 那個東西要放旁邊 煎的時間不要超過三分鐘 有一些人更討厭 他也沒有問任何問題 他只拿菜單就這樣慢慢看 然後看酒蛋 一直看... 我說 嚴禮婷主動打招呼 或許當場嚇壞潮脆皮 今天我的影片的時候 她是背對我跟記者講話 我就這樣拍她的時候 瓜哥妳好 哈囉 我真的沒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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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確明的素顏沒差 那我為什麼認不出來 有一次 她第一名 真的嗎 第一名 妳們是那種 如果服務人員已經站在桌邊了 就希望趕快點來 讓他可以收工去 對 不然很尷尬 可是有的人就真的會 服務人員在旁邊 他會 這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我是服務生 你那麼久你都還不點 然後又一直碎碎唸的話 我回去跟廚房講 這會發生會怎樣 我以前做廚房的時候 如果 加料 對 就會加料 如果服務生來講 這是不好的行為是真的 但是 如果服務生跟我講話 所以你們是希望客人 自己想好了 再請服務生過來對不對 服務生就是服務客人 可是你們要先知道要什麼 我就好幫你做處理 比如說你牛排要五分鐘 我就幫你寫五分鐘 你說這是什麼的牛肉 我也不見得吃過這個牛排 你問我 或是他吃什麼長大的 我不是想他的 所以這個你應該要知道吧 如果客人要問的話 但是如果說 比如說吃什麼 大概但是比如說生長條件 或是什麼什麼的酒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牛肉是這樣子 就是牛肉 牛肉 真的 我這是個服務生 真的 因為現在的牛肉 幹什麼 他在講得很難嗎 他在養生派 所以你要聽他講 現在的牛肉是不吃草 是吃飼料的 是 現在的鮭魚不吃海藻 也是吃飼料的 然後是染色的 所以他就是那個點餐 會問很多問題對不對 對啊 一定要問 一定要問 而且要雞肉的來源 因為他跟你亂講 你怎麼會知道 雞肉的來源 你聽到沒有 雞肉的來源嗎 不是 如果你去餐廳前 就應該知道這個餐廳 是哪個風格的餐廳吧 他店門口就會標擺一個 紐西蘭 美國 澳洲 吃什麼吃什麼會有 沒有 有些他不會 親愛的 我請問你 所以如果跟你做同一桌的客人 大家都已經點完了 然後你慢條司也問說 這個牛肉 那個雞肉 這個鮭魚 你會感覺到別人 在看著你的眼光 在催促你的嗎 不過我通常就是讓大家點完 我再來做最後這個詢問 像我在泰國吃飯 有家餐廳我幾乎天天去的 那就我不太吃辣的 因為泰國辣是辣到不得了 我常常去 我每次點這道菜 打拋 打拋 打拋的意思是說打拋 打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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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拋肉是不要 打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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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吃一口就辣到整個人 是快瘋了 然後我就 到底有一天我真的第三天 他這個人還每天去 你有毛病嗎 不是 因為很好吃 它是傳統的泰國料 所以你每次去他都給你辣嗎 對 所以你每次都... 對 是你整個不標準啊 所以他以為你要辣 什麼 他住在那裡...他住在那裡 他住在泰國 我告訴你 你的版面我就給你按讚 你都沒回應 我還沒給你算帳 真的嗎 真的啊 什麼世界我做主 他在煮菜的節目 我們去跟他按讚 因為你們去泰國了 對 我跟他按讚還沒有回應 除了按讚的話 你有留話嗎 我有留過給他 你有問候說你們去泰國 他沒有回應我 對 我說我人在泰國啊 你們沒有找我來煮一下啊 那是不是底下訊息 有大概500支 他看不見你的人 我不曉得嘛 我就覺得說 我去關注你們 這年輕人 你們來泰國我好高興啊 我都會留啊 像小蝦沒有回我 我也會罵他啊 你這個太要求 因為他們可能不看了 我都看耶 你不在你的月曹西平嗎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是... 他很在乎這個 對不起... 而且他現在才告訴你 我都冒汗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這個禮拜是不是教那些 觀眾做菜 對... 他忍了這麼久才講的意思 沒有 我剛剛在後台 他跟我一打招說我臉很臭 他大概沒有察覺 他一吵他哥 我就坐在那邊化妝了 我想說 這小鬼等一下死定了 我還要跟他 我為什麼 我根本有眼裡 你怎麼都不回問我 我也沒碰到小蝦 碰到小蝦我也罵他 曹大哥真是不好意思啊 那個幫我們講得對 那有時候真的留太多 所以他沒辦法一一的細開 那你為什麼會回我啊 對啊 他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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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愛你 謝謝你 為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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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小孩子在化妝間 小孩子在化妝間 對 我就想說 我有回嗎 你沒有理我啊 然後你帶你女兒去玩 你還是這樣 驗你好靠近 那你女兒的臉色很臭 大哥 你要不要問一輪 結果全部只有我一個人 回過你 就你回我而已 我有按讚 顏力挺也有啊 顏力挺也有啊 我也有 因為我很在乎 下次我破硬起的時候你要回 立馬 我錯耶 趕快跟我錯了 立馬 曹晉平 這位是大家壓力太大了 玩笑家網站不能這樣檢查 我們有沒有回答 沒有啦 那是我是題外話 因為我是想給他們鼓勵 我說因為年輕人做意 你的題外話好可怕 因為 所以你幹嘛要一直去吃很辣 算是真的很好吃啊 你自己有受孽 人就是很犯賤 還是說 太軟了 她是這個 那個跟殷池有關就是 遲到的...遲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如果超過那個時間數 就叫對方說不用來了 那不緊張 太急車 對不對 有事 遲到的話不能夠叫人家說 已經遲到30分鐘了 你就不用來了吧 不可以這樣 太尖銳啦 有原因的話可以接手 顏麗婷呢 頂多抱怨幾句而已 我是一個絕對準時的人 所以對方幾分鐘 你就會說你不用來了 一個小時 我就會說不用來了 一個小時就不用來了 我就會說我要回家 所以殷琦贏妳耶 她15分鐘這樣... 妳幹嘛 妳臉看起來那麼隨和 怎麼會這樣 她臉隨和 妳是一個什麼隨和的 對 有沒有碰過她 有沒有碰過她耶 她看錯臉了 因為如果 譬如說我們約 7點吃飯好了 那如果你7點10分 就跟我講說快到了 或者是開會有點延遲什麼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好 再等妳一下 可是如果妳在10分鐘之後 跟我講說有點塞車 那我就覺得不太行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妳開會遲到 妳一定在之前 妳一定會知道 妳今天會議不順利什麼 可能會延遲 妳可能就像麗婷講 妳要就是大概 開會中間就是 控不出手來發簡訊 可以 不行 不理解 這樣不專業 如果妳是跟長官開會 妳還在那邊弄簡訊 如果她就是長官 就是不需要 她自己就是長官 所以因為跟長官交往過 沒有 沒有 麵攤 麵攤也是有長官啊 麵攤是講老闆了啦 長官是長官的 麵攤就是有些煮麵的 然後有些是算收錢的 可是如果是長官 她還叫對方不要來 她就是夠囂張啊 對啊 對 就是麵攤 一般麵攤 麵攤 所以15分鐘妳就真的傳簡訊去說 那妳不用過來 沒有 我們是通電話 我就說 因為我們要約晚餐 我就說 我不餓了 妳不用過來 接我了 她後來沒有繼續努力追妳 有耶 那就是妳的成功啊 結果妳為難她 就有更多鬥志啊 所以後來交往的有順利嗎 就是吃不到口 她就會更努力啊 交往的算順利吧 後來 還好耶 因為沒有啊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人很會 這個人很會遲到 我就懷疑人家 她後來又遲到嗎 沒有 她之後就很會控制時間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什麼意思啦 所以如果是姊妹濤也可以 姊妹濤也不行 因為姊妹濤如果我們交 就是在一起很久了 妳就是一定知道我個性 我不會遲到 那我也希望妳就是不要遲到啊 所以如果跟妳約了說去看電影 對 妳會直接就自己進電影院去開始看 會啊 就像剛剛如果點菜 如果譬如說 我們現在點一點 然後對方還在看那個的話 我點完 我覺得說不如就先上 再給她一點時間 妳要先開始吃 對 她可以先上 再給對方一點時間 妳很女王耶 對 有小孩是不是很習慣遲到 我最討厭別人遲到了 是不是 那小孩有 就是會偷偷拉拉出不了門呢 我們有好幾 好幾對夫妻一起出去玩過 然後我永遠都是第一個 那個到達拉比 然後小孩已經會洗好澡什麼的 而且是人數還是最多的 對啊 然後其他人就會時時的 那個下來 頭髮都還沒吹 他們說妳怎麼那麼快 我說因為7點就是7點啊 對啊 就是因為7點啊 然後等著說妳心裡面有在想說 就譬如說7點05 7點10分 我就想說搞什麼 就是說好7點啊 對啊 每個人都有小孩 為什麼我就可以比較快 對啊 為什麼 我就... 對 就是... 我老公都不幫忙喔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要... 真的覺得不要催人家 我前個禮拜 我們一個朋友發生一個憾事就是 那個女朋友一直催 那男朋友說 妳到底要不要到 妳怎麼每次都遲到真討厭 她男朋友是一路飛奔那個... 那個狂飆這樣子 過了20分鐘還沒出現喔 那女朋友說 妳為什麼遲到還是再遲到 再遲到 一直傳傳再遲到 後來那個男生 我傳兩張照片給她 是躺在醫院上的 說很可能我在妳的人生當中 會永遠遲到 因為她就是為了趕著 她一直吹...一直在傳染訊 車子開太快就去跟人家發行訊 不是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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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快 今天是認真的故事 是認真的故事 曹憲平 賢玉琳 廢話連片 小博士當場下節目 你不願意把最後一個讓給賢玉琳嗎 你說她的美感嗎 嗯 她聽嗎 不要聽了 她講很久了 陳可立都沒講幾句都在講 她可以不要講了嗎 我的美感跟魚有關 因為魚乾怪是真的故事嗎 我跟妳講 如果妳來 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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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看到曹大哥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今天我從那中天這樣上二樓走進來的時候 他是背對我跟一個記者是不是 對 在講話 然後就看那背影疑似曹大哥 我想說 這如果我這樣經過他 他瞄到我的背影沒跟他打招呼 我就死了 結果怎麼辦 所以我就這樣排桃說 曹大哥你好 然後我認錯 因為他沒看到的時候 他素顏幫我嚇到我說 哪有型啊 然後... 然後... 我真的很難搞 然後你知道 人家跟你打招呼 沒有 你聽我講 不是嘛 誰你跟我打招我就知道 因為我看他那個樣子習慣了 不是 習慣了 我自己進門喔 我看到他背影喔 師哥 然後他講到 他很厲害的師哥 他是名字師哥 不是 我真的要強調 他在那個微博上自稱師哥 為什麼 然後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師哥 因為派行老師 你們家是不是 對... 所以... 所以顏麗婷 而且我有化妝 結果他一過去啊 跟記者大家都瞎眼 那是顏麗婷啊 我就想他怎麼樣 被化妝耶 我剛剛以為我們認錯人了 我們以為我們大家認錯人了 不是 因為我們... 因為我看到他都是化好妝的 為什麼要講這段故事 我覺得今天還是你最惡毒啦 小孩子 真的你講話 可是你是有化妝嗎 你講話我最有公信力 你不要再插我兩刀了 我真的沒有化妝當時 我真的...有啊 你有化 你有化 你當時有化 我... 我是出了名字素顏美差耶 真的嗎 那我為什麼認不出來 有一次票選素顏美女她第一名 真的嗎 還是 不好意思 我都會讓你開心耶 沒有 她還要幫你寫圍耶 原一提 所以妳的頭髮是不可以碰髮膠的 髮型師如果給妳噴髮膠也要生氣 沒有 因為現在路很熟 他們都會知道我不噴 然後就會盡量 可是總有髮型師是不知道妳這件事 對 然後我就會聽到那個嘶一聲 我就會立刻這樣 因為可能都在滑手機什麼 就是讓她自由發揮 然後一次我就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不噴腳 沒有 因為我之前頭皮有 就是受傷 然後她如果噴那個 我就會吸壓力很大 就會覺得妳要讓我一直落髮 然後生完小孩又一直掉大量頭髮 我很怕我會禿頭 所以我就死不噴 妳不能講落髮是 陳德烈不喜歡聽起來的 他有禿頭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都放下來 所以看不出來 他的髮線其實在這邊 你真的 而且... 陳德烈 你看起來一點都沒有問題 你不是在擔心這件事 我本來不覺得 可是我跟以前比 差很多耶 那是因為你以前髮線太低啦 不是 哪是 以前頭髮到這邊 你那不是禿 你那是髮技線到 你還好啦 而且你就讓他繼續禿啊 眼睛... 眼睛攻勢 比較方便 我才三十八 我三十二啦 就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你的髮量算多的吧 這邊 可是全部都多 就這邊少 我覺得你沒有要塗 不用擔心 真的嗎 而且是髮膠噴多 真的會影響頭髮 而且是誰跟你講這種話的 這個是我有一次上那個 別台節目 然後小曼老師就說 你那有點禿頭 我說 這樣子嗎 我不覺得啊 節目上我都說不覺得 可是我回到家照鏡子 他剛剛說小曼老師嗎 對...小曼老師 另外一個男人 對 然後我就回家照鏡子 好像是有點少 然後我在拿以前的照片 跟自己比 少好多喔 以前很茂密 以前不曉得什麼是 你可以在這邊塗生髮水啊 很有效 都有 我還吃了什麼都有弄耶 你現在把這個列為禁忌話題 就是我不喜歡人家碰我頭髮 也不喜歡人家一直講 可是你根本就不要在節目裡講 別人就不會講啊 這有什麼可憐 可是我才剛度假回來 剛剛那個小曼在幫我梳頭 他說 曼老師 妳最近壓力很大 我說對啊 他說 妳看妳又原型禿了 我說沒有關係 其實我已經習慣了 你會感覺到我們要哀像 是那個氣息嗎 你... 你哪有原型禿啊 原型禿啊 什麼意思 我覺得一再講我們都要上香了 就是... 就是鬼剃頭啦 因為很多人如果看到 如果看到原型禿會覺得錯 這是鬼剃頭的意思嘛對不對 對 意思沒有錯了 最後一個讓給沈玉琳嗎 是 你說她的美感嗎 她聽嗎 她就是錯 她自己講 不要聽了嘛 她講很久了耶 你講真實的 你看陳德烈都沒講幾句 都她在講耶 她可以不要講了嗎 我都沒講跟魚有關 你那個魚翻過來是真的故事嗎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 魚叫做Bla 我講Bla Bla 新的魚是... New Bla 新的魚就是New Bla 新的魚 好了 我們一起見 謝謝大家 不行啦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有那個朋友 是捕魚的就知道 有的規矩是魚不能翻面 沒有朋友是捕魚 好 因為你說魚不能翻面 可是這一面吃光了怎麼辦 你要那個這面吃光對不對 那個魚刺對不對 你要把它整個挑起來 把魚骨打進去挑起來吧 為什麼不能翻面 你們如果去 住海邊的朋友家裡面吃飯 你當然把那魚翻面看看 他跟你拚命 因為這個代表翻款 可是你又不是捕魚的人 我媽媽小時候住海邊 所以我們家小時候的規矩 就是不能翻 你爸爸是船員嗎 我爸爸不是 但是我媽媽規定的 你小時候去很多地方耶 我去很多地方 我爸爸是軍人啊 就要跟著他的部隊 所以你媽媽是覺得說 怕有船翻船是不是 這就是他們捕魚人的規矩 小時候我有時候調皮啊 說我就翻給你看怎麼樣 你拿我怎麼樣 我一翻完 砰 跟著一巴掌就打過來 沒有 不準就是不準 對啊 他們不知道 他們認為翻語很正常 不可以的 對 不可以的 他也是都不可以的 我知道啊 你們是捕魚人的嗎 不是 我說捕魚人 他都有這個規矩是不可以 可是我們常常翻耶 而且我們又不是人 而且我們家是像齊心合力的翻 對… 他一條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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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一半還得了很好玩 因為成功的話 你就說 這很成功耶 因為我覺得翻有一個樂趣 是他感覺到 好像又沒有吃過一樣 對… 而且他是一股勁道 是那種 對… 而且背面很好吃 對… 對… 所以不要說是下次我們跟你吃飯 他就你跟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跟他 他不說很好 所以我們就故意 對啊 因為台灣四面黃海 你十之八九都會遇到 有這種不能翻語近跡的朋友 要尊重某些人的經驗 所以今天合理的是 不會啦 其實我平常講我是滿隨和 那個有點太誇張了 對 我不誇張 那是真人真事 我覺得罵就算了 可是還要去真事就太... 每一句話都是真人真事 我不加油天助 不像某些人上節目 胡說八道 沒關係,我趕快拿出來講 不是 我不是... 你也不想拿出來 你也不想拿出來 對,我不是想拿出來 你也不想拿出來 你也不想拿出來 好,我也想拿出來 好,來